红绣冰应该是 那个时候戴上这个红绣冰应该老牛了 这是纪尸本 这是小帽子 那个时候的书包反光啊 那个时候的书包看看 红绣冰 念毛主席语录 这个饭盒我们家也有 那个时候的照相机手表 这全都是 还有吹风机 那个时候的风筒 爱美女士的东西啊 小刀具 这水壁是什么用 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 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 脸盆 嘿嘿嘿 这是生活用品 锤布石 这是洗衣服用的棒锤 我这个小毛毯 是有毛主席头像的毛毯 针线盒 火轮 这个缝纫机我们家有 也是东方红牌 那个时候的知青画像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朋友们这些 这一面想要展示的就是 那个时候知青的休闲 这个板符 这个板符这么多琴弦呢 什么 二符 我大负负负的二符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 我唱歌还行 因为那些属于童银 那个时候星光大道的时候 我大部分说 咱俩去那个 参加星光大道的我啦 跟你唱歌 口琴 凤凰琴 四符 这些我都是头一回见 这手风琴我知道 这个东西 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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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我们那边都喘 这人叫茶 腰骨 绑 这些 声音机 这种 这个电唱机 这个好古老 我见过的是那种带大喇叭的 抱歉的 电影的鞋 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都会有 就是隔一段时间也都会有 上车里的那种方便眼 但就类似唱 医药箱 他那个时候的医药箱 很讲究的 那个时候的医药箱 啥都有的 大真管子挺吓人的 看这些毛补西徽章 现在有好多好多就有这个 收藏这个 这个徽章的习惯了 那个时期的结婚证 这个好玩 这个是有朋友们有没有认识这个的 这种机器的 我也是现学现卖 刚才朋友说 这个是当时那个年代印刷报纸用的 机器 书架 一小箱子 猛灯125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走廊 十连 十一连 应该是一直到 一连一直到十一连 好朋友们 这个知青的这个纪念馆 我已经参观完了 真的真的感受得到 当时就是人们生活的有多么艰苦 都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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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勤的劳动的汗水 就是造就了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生活吧 真的真的是特别辛苦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又特别特别的团结 就是包括我看那些照片上也好 每个人挂的脸上的那些笑容是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发自内心的让我们感受得到就是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的人的 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 就是一起努力 一起团结 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代人 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那种 大无畏的那种奉献的那种精神 我带走了一个这个纪念章 看到没 虽然我不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我非常忠于党热爱党 给我记忆犹新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 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因为面朝黄土 面朝黑土的这些人真的真的非常朴实 非常非常团结 就是那个团结的那股劲 真的是大有作为的 哈哈